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兩對情侶和一名男性友人 原本計畫到宜蘭玩 卻在途中遇上重大車禍 因為卡在數與數之間 那現場卡得比較深 其中兩名分飛於車外 其他三名受困於車內 二十五名消防人員花了將近兩小時 才把三人揍出 只不過五名好友 除了二十七歲的戴性駕駛 還有十七歲的友人受到輕重傷 坐在右側的一對情侶 還有駕駛女友揍出後 沒有呼吸心跳 送醫搶揍 宣告不治 駕駛被從一團廢鐵中救出時 整個頭髮全濕 還有著樹葉 儘管意識清楚 卻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怎麼也沒想到疑似超車失控 會造成這麼嚴重的意外 躺在單架上不斷哀嚎 另一位倖存的是十七歲的少年 但就算身體再痛 原本開心出遊 疑似少了三個好朋友 心理創傷恐怕還是難以接受 華兒新聞張君告訴林志淳 花蓮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